晶片之多少 再進入晶片之適前 讓我們先了解一些有關的專業名詞及其作用 以下是一些基本的電子元件和設備的功能介紹 電子元件電子元件 電子元件是用來構成電子電腦的基本元件 常見的有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二極體、電晶體等 電阻器Resistor 限制電流和調節電壓 原理 根據歐武定律B等於 電阻器會根據其電阻值以歐武為單位 Omaber 將電流轉換成電壓鋼 電阻器的主要功能是 控制電腦中的電流大小和電壓分 應用、調節電流、份壓、限流保護、訊號條理等 電容器Capacitor 功能、儲存和釋放電能 原理 電容器由兩片導體中間夾著一層絕圓體電介質構成 當兩片導體之間施加電壓時 電荷會再導體上累積、形成電牆 電容值以法拉為單位 A 決定了電容器能儲存多少電荷 應用、爐波、偶合、去偶、定時電路、能量儲存等 電感器Inductor 功能、儲存和釋放磁能 原理 電感器通常是由到線要成的線圈 當電流流過線圈時會在其周圍產生磁場 根據法拉第電池感應定律 變化的電流會在線圈中感應出電動勢 電感值以亨利為單位 A 決定了電感器對電流變化的粉形、應用、爐波、能量儲存、 鞋震電路、電源調節等 這些元件在電子電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協同工作來實現各種功能 如信號處理、功率管理和能量轉換等 二極體 二極體是一種具有單向導電性的電子元件 允許電流從一個方向從正極到負極通過 而在相反方向阻止電流通過 主要用途包括整流、將交流電轉為直流電、訊號調製、和解調、保護電路等 電晶體 Transistor 電晶體是一種可以放大或開關電子訊號的元件 它有三個端子 發射極Emitter機極 Base和集電極Collector 支持本頻道 請免費訂閱、點讚 按下鈴鐺及全給你的朋友 謝謝你 電晶體可用於放大電訊號 作為開關來控制電流的流通 廣泛應用於放大氣、震氣、數位邏輯電腦等 光電元件 光電元件是利用光電效應工作的電子元件 包括光電易極體、發光易極體、LED、光電晶體管、激光易極體等 它們用於探測、產生或控制光訊號 應用於光通訊、顯示器、照明等領域 神經網絡 神經網絡是一種模仿生物神經系統運作的人工智慧 技術 由大量相互連接的人工神經元組成 它們能夠學習和識別模式 應用於圖像識別、語音識別、 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 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是圖形處理器 專門用於快速處理和宣染圖像及視頻 相較於CPU GPU具有更多的並行處理能力 因此在深度學習、科學計算、數據分析等 高計算量任務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 CPU Center Processing Unit CPU是中央處理器 是計算機的核心元件 負責執行計算機程序中的指令 並進行基本的算術 邏輯 控制和輸入、輸出操作 它是整個計算機系統的控制中心和數據處理中心 光刻機 光刻機是一種用於半導體製造的設備 利用光刻技術將電路圖案轉移到晶圓上的光紋材料上 這是一個關鍵步驟 用來製造微小而精確的半導體元件如 集成電路 集成電路 Integrator circuit 簡稱IC是將多個電子元件如電阻器 電容器、電感器、易極管、晶體管等 集成座一個小型半導體晶片上的微型電子電腦 集成電路的出現和發展極大地推動了電子技術的進步和電子設備的小型化 性能提升 集成電路的主要特點和優點包括 小型化 將大量的電子元件集成到一個小晶片上 大大減少了電路的體積和重量 高性能 由於集成電路中的元件彼此靠得很近 電路的速度更快 性能更高 可靠性高 集成電路製造工藝精密 原件之間的連接穩固 減少了接觸不良的問題 提高了可靠性低成本 大規模生產和集成技術使得單位成本大大降低 低功耗 先進的製造技術和優化的設計使得集成電路的功耗較低 集成電路的分類 數字集成電路 處理離散的數字信號 如邏輯門 微處理器 記憶體芯片等 類比集成電路 處理連續的類比信號 如運算放大器 勞波器 電壓調節器等 混合信號集成電路 同時處理數字和類比信號 如數母轉換器 DAC和母數轉換器 集成電路的應用 集成電路廣泛應用於各種電子設備和系統中 包括計算機 通訊設備 消費電子 工業控制 醫療設備 汽車電子等 它們是 現代電子技術和數字時代的基礎 總之 集成電路是現代電子工業的核心技術 促進了電子產品的小型化 性能提升和普及應用 涉刻機 涉刻機是一種用於半導體製造的設備 通過化學或物理方法去除不需要的材料 從而在晶圓表面形成正確的圖案 這些圖案通常是由光刻工藝定義的 涉刻工藝是實現這些圖案的下一步 當今在晶片行業中 有幾家頂尖公司 各自專注於不同的範疇 以下是主要幾家公司的簡介及其專注領域 台積電 台積電 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代工廠 專注於晶圓製造 為其他公司生產設計好的晶片 台積電擁有先進的製程技術 領先全球的7納米 5納米和3納米製程技術 都是由台積電主導 輝達、NVIDIA NVIDIA主要專注於圖形處理單元 GPU的設計和製造 GPU最初主要用於遊戲和圖形宣言 但現在也廣泛應用於人工智能 AI和機器學習領會 因為其並行處理能力非常適合這類運損 超微、AMD、AMD設計和製造中央處理單元 CPU和GPU 如應特意競爭的CPU市場 以及如NVIDIA競爭的GPU市場中 AMD在性能和價格上都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蘋果、Apple、蘋果設計自己的晶片 如A系列用於iPhone和iPad M系列用於Mac電腦 这些晶片整合了CPU、GPU和AI處理單元 實現高效能和低功耗 高通 高通主要專注於移動設備的系統級晶片 其Snapdragon系列廣泛應用於Wancher智能手機中 高通的技術在5G通訊和移動AI方面具有領先地位 晶片和i的地位及影響 現今晶片在AI領活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AI需要大量的數據處理能力和高效能運算 這些都依賴於先進的晶片技術 在NVIDIA的GPU和TPU Tensor Processing Unit 這類專門針對AI工作負載設計的晶片 顯著提高了AI運算的速度和效率 AI現今的能力 AI可以做到去多人類需要花長時間學習才能做到的事情 以下是兩個例子 醫療影像診斷 AI可以快速分析醫療影像 如S光片 MRI持共振成像和CT掃描 並準確地檢測出潛在的健康問題 例如SSI系統可以在幾秒內識別出肺部S光片中的病變 這需要經驗豐富的放射科醫生數年培訓才能做到 其原理是通過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訓練模型 讓AI系統學習大量標過的醫療影像數據 從中提取和識別特徵 自然語言處理 NLP AI可以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 這包括翻譯、總結文章、回答問題等 例如AI翻譯系統可以即時翻譯多種語言 這需要人類翻譯員多年學習和實踐 其原理是通過訓練大型語言模型 與Transformer架構的模型 學習海量文本數據中的語言模式和結構 何謂半導體、何謂晶片、晶圓、深度學習 何謂生成色、何謂代工廠、甚麽令運算效能高 半導體 半導體是一種物質 其電導錄駕駕於導體和絕元體之間 常見的半導體材料有隻silicon 者 Germanium和生化加Gallium arsenide 半導體材料的電導磊 可以通過參與不同的元素來控制 這使其再製造電子元件寓意極體 電晶體和光電元件方面非常重要 晶片晶片chip是一塊小型的半導體材料 通常由直製成 包含許多電子電腦和元件 晶片是現代電子設備如計算機 智能手機和家用電器的核心部件 負責執行各種計算和處理任務 晶圓 晶圓Waver是一片圓形的半導體材料 通常是直 用於製造多個晶片 晶圓在製造過程中 會經過多次光刻和蝕刻 形成各種微型電腦和元件 完成後晶圓會被切割成許多單個的晶片 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一種機器學習技術 使用多層神經網絡來分析和學習大量數據 每一層神經網絡都能提取數據中的不同特徵 從而逐漸構建出對數據的理解 深度學習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 智形語言處理等令匯有助廣泛應用 生成式 生成式 Janet調示指EI模型能夠生成新的數據或內容 而不是僅僅識別或分類現有數據 生成式模型可以創造新的文本、圖像、音樂等 像ChatGPT就是生成式模型的一個例子 代工廠 代工廠是一種專門生產其他公司設計的半導體晶片的工廠 這些工廠不設計自己的晶片 而是根據客戶的設計來製造 例如台積電 TSMC就是一家知名的代工廠 甚麽令運算效能高 運算效能高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晶片架構更先進的晶片設計和架構 可以提高運算效率、製程技術 更少的製程技術 如7納米、5納米 可以在同樣大小的晶片上放置更多的晶體管 提高性能和效率、平衡處理能力 像GPU這樣的平衡處理單元 可以同時處理大量數據 提高運算速度、電源效率 更好的電源管理和低功耗設計 可以提高效能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